如果把黑科技与玻璃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能够插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如今我们对清洁能源的渴望愈加强烈 太阳能显然是其中很有潜力的一个 但单独找地方架设太阳能 未免太过浪费吧 把城市里高楼上成片成片的玻璃木墙 用起来好不好呢 当然好呀 就在2019年底 美国加州红山市的Ubicortex Energy公司呢 实现了一项能够改变清洁能源行业的技术突破 用玻璃发电 是的 想象一下 坐在这样一面完全由发电玻璃窗组成的灰室里面 透过明亮的窗户 使外壮观的城市景观呢 一览无余 而同样也是透过这面明亮的窗户 源源不断的电能被生产出来 为此你再也不用为灰室里面的电脑空调照明供电而买单了 多好呀 这种发电玻璃的奥秘呢 就在于玻璃搏板之间的多种有机聚合物层 其中有一些聚合物呢 能够完全透光 而另外一些呢 能够吸收不可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光子 在光线透过玻璃时聚合物层之间的电子流会形成电流 然后被玻璃中埋涉的极细的导线所收集 简单点说啊 这有点像是反向运行的透明电脑显示器 显示器用电点亮屏幕上面的各个像素点 而发电玻璃则是由各个被光线激发的点来产生电流 尽管还刚刚起步啊 所以发电玻璃的效率呢 只是常规光复电池的三分之一 但这项技术的想象空间呢 真的是很大 看看我们的周围吧 有多少的建筑物上布满了玻璃 要是它们都能够发电的话 能省下多少资源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